台风天放假再加上今天中元节 一早卖场就不断涌入了人潮 车辆太多了还造成塞车 有不少人就是为了台风天提前做准备 像是泡面的销售量就多了一倍 夜菜类更是趁着涨价之前被民众抢光 车子一辆接一辆 台风天放假 美式卖场平常十点开门 风雨中还特别提前半个钟后一面 让消费者早点进场雪冰 因为没事嘛 有的民众觉得赚到一天价 当然要为台风天采买做准备 赶快要找上新鲜大后的新鲜夜菜 另一边的卖场员工大神叫卖 因为特价青菜再不抢就卖光了 特别挑选夜菜类 因为每次台风来青菜价格都会变贵 不过卖场强调 通常批发价都是几个礼拜前就订好 所以暂时不会涨价 夜菜的卖出像这样一把大欧妹 不用二十元 一粒洋葱九元的通板价 就是尽量不要跟人家挑一样 就是夜菜类的 就是挑台风天没有涨价呢 对对对 就买这两天吃的 对对对 要台风过去就好了 不过热卖的可不止青菜 就连水果的称重去都要排队 其实买水果不止为了台风做准备 和泡面一样 适逢中元节 拜拜需要量暴增 这能比平时多一倍 看来这谈美也让电渣提早大转 台风才 中间新闻 曾经讯录一 台北浅网报导 好 distrib说 不用 merchants